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会不会抢正儿八经出租车以及滴滴司机的饭碗 我们到底是应该拥抱新科技还是应该保护现有的工作岗位 哈喽大家好我是叶璃璃 今天我们聊聊萝卜快跑 这期节目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本来是想赶热点的 突然就变成了马后炮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多理解一下 其实在早先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街上有美团的无人外卖车 包括顺丰的无人快递车 就是这种快递公司货运公司还有外卖的企业 他们已经都在探索这个无人驾驶的领域了 除了这些探索无人驾驶的品牌 其实各地的政府也非常支持这件事情 比如说在深圳杭州已经有新闻出来说 他们采购了一些无人驾驶的公交车 投入到公共交通这个领域 所以不管是横向的品牌还是纵向的城市 无人驾驶都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 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个事情 其中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 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会不会抢正儿八经出租车 以及滴滴司机的饭碗 我们已经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看到了科技自我迭代的这种速度 所以说你不用怀疑他到底会不会取代我们的饭碗 肯定是会取代的 这里插一嘴就是从事这个相关行业的人 可能在目前就要开始去想了去谨慎的对待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 所以在这个潮水般的趋势面前 我们能做的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接受它 我们到底是应该拥抱新科技还是应该保护现有的工作岗位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拨人已经在讨论了 第一拨当然就是武汉的出租车司机和滴滴司机 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反抗这个萝卜快跑的投放 这个也没什么的 他们做这件事情理所应当 因为关乎他们自己的饭碗和工作 第二拨人呢就是自媒体 在自媒体圈讨论萝卜快跑这件事情 最开始可能大家都只是为了蹭热点去拨一把流量 可是讨论着讨论着呢 这个风向就开始变化了 第一种呢就是认为 尽可能的要去保护现有的工作岗位 无人驾驶的投放和试点呢 可以脚步放缓一些 这样子可以有一个漫长稳当的过渡阶段 发这种声音的自媒体呢 一般都是属于为爱发电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诉求 他们就是觉得出租车司机失业了会很难办 滴滴这个饱和的行业失业了也会很难办 毕竟对于目前的就业市场来说 滴滴司机已经变成了知识密集型行业 很多中年人失业之后都会投入到这个行业去 赚一些零花钱支撑自己的日常家庭开销 可就是这种为爱发电的声音 在互联网上也是不太被允许的 我的想法也跟他们是一样的 因为我认为在目前的就业市场和就业环境来看 滴滴司机被取代 出租车司机被取代 是一种雪上加霜的状况 也就是说萝卜快跑的投放 萝卜快跑的爆火 对于我们就业市场的这种信心 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萝卜快跑这个关键词的热度下降 我发现呼吁保护现有岗位 这种为爱发电的声音 并不是舆论场里面的主流声音 反而是鼓励拥抱新科技 为萝卜快跑和百度公司说好话的人 一抓一大把 变成了舆论场里面声量最大的一些声音 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 不存在什么既保就业岗位 又拥抱新科技的中间道路 他们这种自媒体 其实和百度公司想的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把所有的问题抛给市场 让市场自己去解决 这种既要劝我们接受新的科技 又要骂我们接受不了新的科技 就有一种虽然我是躺壁挡车的 但是我还是要接受 知识上的侮辱 就让人很气愤 所以我在这里打算跟他们做一场辩论 我摘抄了几个他们核心的 希望我们接受新科技的观点 我来一一的回应一下 第一个是 这些科技公司和地方政府 一定是在做客运业和运输业的布局 很大的一个布局 我们看着这个事情去变化 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思考 可是我想说 你见过哪一盘大旗和大的布局 去考虑过落走翔子的生活 应该怎么样去布局 第二个观点 让出租车司机转变思维 除了开车还能干什么 要么去分享故事 去做自媒体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自媒体的作者 可能是挣到钱了 但是他没挣到钱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这么说 因为做自媒体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吃饱饭的 而且全国一千万的出租车司机 都去做自媒体的话 他拉客的故事 岂不是就通胀了 他们的第三个观点 中美博弈 中国企业应该得到保护 百度做出了众多的贡献 也应该得到保护 怎么说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奴隶 呼吁大家去保护自己的奴隶主 这个说起来还是挺奇怪的 我们之前都听过一个国产电影保护月 也就是每年的六七月份熟悉党 大家都把它笑称为国产电影姨妈月 就是在这种以保护之名形成的电影市场当中 所有人都觉得中国电影是需要保护的 可是保护了这么多年 生生保护出了中国电影的环大陆犯罪宇宙 所有的凶案片里面的城市都叫做什么 滨海市了 滨州市了 什么的 现实当中就没有这个城市 除此之外 还拍出了一大堆价值观扭曲的怪胎电影 进而把很多看电影的观众也培养成了价值观扭曲的怪胎 所以有中国电影这个例子在前的话 每当有一个人要呼吁保护中国的什么什么行业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事好像是值得斟酌 而且不那么可信 大概率也会弄出一个像中国电影一样的怪胎 他们的第四个观点 因为百度是民营企业 它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是民营企业的领头羊 而且它肩负着跟特斯拉去对抗的伟大使命 大家都知道特斯拉也在做这个自动驾驶 据说今年8月份 特斯拉要在中国落地这个无人驾驶 自动驾驶的这个项目 据说是百度也是因为这个压力在先 所以才率先的落地到了武汉 可是这个民营企业的论点还是站不住脚 据我所知 华为也是民营企业 可是一点不耽误 它是爱国的品牌 也一点不耽误买华为就证明爱国这件事 也就是说我们的民营企业 有充分的理由 可以成为爱国的象征 再者说特斯拉进来又能怎么样呢 它不也是外资民营企业吗 它跟百度是一样的 而且有可能还会水土不服呀 大家一起竞争 一起促进科技的发展 这不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吗 为什么百度必须得成为保护的对象 是因为这个博主他有百度的股材吗 还是你要支持百度再次壮大 你在搜索包皮还切的时候 他给你推荐几家假医院 我做自媒体这半年的时间里面 一直都有人说我在带风向 我也在大家的批评和谩骂声当中 学着怎样去带风向 直到我看到这个博主的这个论点呀 论据呀 乱七八糟的一些说法 我才知道什么东西叫做带风向 我刚才所念的这些 就叫做带风向啊 百度这家公司 虽然说在无人驾驶领域 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 现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们都乐得看到他作为一个民营企业 尤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 把无人驾驶的技术 率先的投入到市场当中 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 可是这种自媒体说的话 就跟百度公司同样的不负责 百度公司把他投入的巨大资金 变成了街上的萝卜快跑 他把萝卜快跑应该肩负起的社会责任 抛给了社会 让社会去做一个评判 做一个稀释 甚至是做一个 躺币挡车无可奈何的应对 这些自媒体跟百度的做法 其实是一样的 他把问题再一次从百度这边 甩到了社会上 让社会上的人去想办法解决 这个不可能解决的事情 大家都没有什么资源对抗的事情 也许这些博主内心深处 也是很爱国的 他们也认为 中国人就应该学会去 接纳先进的科技 其实我想说 中国人接纳先进的科技 从来都没有任何的障碍 比如说我们接纳移动支付 接纳iPhone手机 接纳互联网上任何发生的新鲜事物 都没有压力 我们甚至对互联网信贷都没有压力 接受起来非常的快 非常的迅速 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 这次真的是杂饭碗的一种科技革命 而且这种杂饭碗的行为 甚至在他们的鼓吹之下 占领了道德高地 不容置疑 所以我今天还是要鼓起勇气 把萝卜快跑整件事情 再进行一个非常深度的抛弃 我想把我的所思所想告诉大家 看看萝卜快跑和百度这家公司 究竟在这个市场里面做了什么 而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 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既然提到了科技革命 那我们就来聊聊科技革命的事情 在1870年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 内燃机的发明导致了人类 发明了第一台汽车 当这个汽车在英国的马路上上路之后 英国驾驶马车的贵族不干了 就要对抗这个汽车的产生 他们甚至游说议会去通过了一个非常滑稽的红旗法 就是说这个汽车开到街面上之后 在汽车的前面需要有一个举着红旗的人 带领这个汽车 引领这个汽车在街上行驶 那你想这能开多快呀 那汽车开得再快 也就跟人走起来那么快 另外还规定说这个汽车上了路之后 马车的司机 也就是马夫有权要求汽车停下来 先让马车走 你说这是什么事呢 这是 对于发明汽车的人来说 我开不快就算了 你还让我这么没有尊严的开汽车 当然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非常滑稽的一种立法和规定 可是呢 这个马车跟汽车之间的博弈 其实汽车公司那时候还没那么大 比如说奔驰公司 还只是一个小作坊 发明汽车的时候 它并没有那么有钱 但是开马车的 坐马车的以及这个马车的公司 是非常具有财力 具有势力的 所以他们能把马车装潢的非常的好 马车是他们运营的一个工具 服务贵族的工具 他们在对抗这种新兴科技的时候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资源的 可是呢 我讲的这个故事 所谓的红旗法 也会变成鼓吹科技革命科技进步的 那帮自媒体人的一种资料吧 他们会说 你看英国人多傻的不拥抱科技 可是他能想到 后来这100年的进程里面 汽车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 甚至美国这个国家 被称作汽车上的美国 但是我想说 这个工业革命时期发生的事情 并不单单是这种愚蠢的红旗法 而且这种红旗法 也不应该变成鼓吹科技进步的 一种粒子和资料 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 可能会让大家去解惑 我们以往都认为 工业革命是具有非常多的优点的 比如说每天都有新兴的东西冒出来 蒸汽机 仿杀机等等 在工厂里面开动起来 那真的叫一个快 我们生活所必备的日用品 丝绸等等这些东西 只要你开动机器 不用人去加工 它就能给你生产出来 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便利 所以我们对于科技的崇拜 对于进步的崇拜 是无以复加的 这个从清末的洋务运动 以及到今天的中国 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中国人每一个人 都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叫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对不对 我们只看到了它的优点 但实际上工业革命发生之初 在英国是有很多人很惧怕的 他们惧怕什么呢 惧怕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 你想你机器开动起来 每一天生产出来 无数的纺织品 清工业品 你得想着卖出去 对吧 你卖不出去 那你这个机器开起来 原料源源不断的填进机器里面 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卖不出去 原料你还得付钱 等于两头你都在损失 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一种现象 其中比较有名的场景 就是1850年代的时候 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结束 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 马克思也还没有写出 他著名的资本论 当然在这个时候 英国人也还没有学会 怎么样去驾驭产能过剩 这件事情 于是英国人只能满世界的 去找买家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以往的节目里面 也提到过 比如说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国人打开了亲政府的国门 这就是英国人找到的解决产能过剩的方法 对外扩张 在那个时候 大西洋的贸易航线已经挤进饱和了 也就是欧洲 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 已经饱和了 英国为了解决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就把销售市场瞄准了东方 就这样 英国一边从美国的南方奴隶州 进口低价的棉花 另一边开着船去打开大清的国门 把成品的纺织品运到中国的口岸去销售 你就看英国人这个算盘 其实打的还是挺精的 两手抓 两手都硬 两手都不耽误 关于英国和清政府这边的事情 以及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 我们以后讲鸦片战争的时候可能会提到 今天我们就不赘述了 转而我们要去看看这个美国这边的故事 从19世纪初期开始 奴隶制在大西洋的贸易体系当中 其实已经日渐衰亡了 唯独在美国的南方奴隶州 屹立不倒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美国南方的奴隶主 几乎垄断了棉花产业 而奴隶所种植的棉花 价格非常低廉 远低于自耕农所种植的棉花 这就意味着南方的庄园主 几乎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当中的 棉花产业链 垄断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低人权优势 到了1850年代 英国向外扩张的同时 美国也没闲着 美国北方的自由州 他们也在发展自己的美国工业 而且他们不想一直给英国和欧洲 去当长工 想自己把自己的产业进行升级 那么要进行产业升级的情况下 就必须得加高美国的关税 可是呢 你一加高关税 棉花出口的价格就得提高 这对于南方州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 南方的奴隶州一看 这不是北方自由州在卡我们的脖子吗 我们必须自主生产自主销售 于是想了想 我们就不如独立算了 这个南方奴隶州组成的邦联 他要独立 你还真拿他没办法 因为奴隶产业链 为南方提供了非常雄厚的资本 而这些资本 就是他们闹独立的重要基础 你想啊 英国一边在开拓市场 一边从他们这里采购棉花 棉花所提供的巨额收益 不仅能够进一步的巩固 他们的奴隶制帝国 还有扩张的趋势 说到这儿 其实也挺悲催的 美国还有这样一段历史 我们可能都知道了 往后发展 就是传说中的南北战争了 其实说起来还是挺微妙的 美国这个国家 从建国以来就有奴隶制 华盛顿就是我们熟知的奴隶主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 把奴隶制当做一回事 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这个奴隶制慢慢的 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滑稽的是 从19世纪初 奴隶制开始渐渐示威之后 到了1850年代 奴隶制再一次重回高峰 美国不仅没有进步 反而还原地退回去了 这时候伟大的林肯总统 他忍不了了 心说你们这些南方人贩子 居然敢带着美国 开资本主义倒车 没别的 就是欠揍 其实吧 林肯所代表的美国工业州 一直都有一个希望 和他们的国父华盛顿一样 就是希望随着科技的进步 可以淘汰奴隶制 可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 奴隶制不仅没有被淘汰 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突然到这个时间段 就变得变本加厉起来 这就意味着美国南方的低人权 和英国的仿杀机结合在了一起 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最邪恶的东西和最先进的东西 结合在了一起 那你想想 当人类把最不堪的东西 和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放在一起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事情 就是会产生南方的黑奴 不断的被剥削 英国要不断的对外扩张 不过这个奴隶制的南方帮连 和很多不思进取 闭关锁国的大帝国 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它需要不断的从北非贩卖黑奴过来 否则的话 以以往非常低效的生产方式 根本不足以维持 他们挥霍无度的生活 这就好比很多互联网公司 发展到最后 都做起了同城业务 和臭名昭著的信贷业务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 也没有意愿 通过创新去实现产业升级 只能依靠低人权优势 去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我们在之前聊 狼性文化那两期影片当中 有提到过 人性公司一般更倾向于 创新和开垦 而狼性公司 对于开荒这件事没有兴趣 他们只是对压榨和内卷 比较在行 不幸的是 根据以往的做派去推断 百度恰恰是一家狼性公司 我记得早年间 有一个针对互联网的理论 叫做奶牛理论 就是说所有的互联网用户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 都是他们的奶牛 互联网大厂 就是在从我们用户 这个奶牛身上 在挤牛奶 其实百度这家公司 从他的百度地图来看 确实是这样子的 他用百度地图 收集了非常全面的数据 道路的数据 从而让他有能力 有资源 或者说有数据 去做这个无人驾驶的技术 当然百度的总裁李彦宏 一直也给大众 所传播的一种概念 就是说 我们要抓住 每一次机会的风口 我也能理解一家 通过创业成长起来的公司 需要有这样子 未雨绸缪的策略 所以百度某种程度上 是迫不得已 需要借用新技术 去完成他扩张的目的 如果他不借用新技术 去完成扩张 他又能靠什么呢 靠杜小满和有钱花吗 可能有人会问 奴隶制跟百度的 奴不快跑 有什么关系呢 奴隶制不应该跟美团 和饿了摸 更有关系吗 我在这里要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奴隶制和蓄奴 是两件事情 奴隶制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是产业的结合 蓄奴的故事 是另一个故事 我们这个蓄奴的故事 电子蓄奴 或者说科技蓄奴的故事 是另外一个节目 我也在准备当中 之后就会上线 请朋友们期待一下 我之所以拿奴隶制 来跟罗伯快跑 这件事情相比较 就是因为它在产业结构上 两者是非常相似的 刚才我们说了 美国的奴隶制 这个产业结构里面 是把最邪恶的东西 和最先进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罗伯快跑显然也是这样 他把狼性和最先进的科技 结合在一起 用暂时还是人工智障 的人工智能 取代了真正的人工 所以你看 奴隶制的产业结构 和这个罗伯快跑的产业结构 它俩具有非常高的相似性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黑奴 在美国解放奴隶运动之前 是没有投票权的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提到的 所谓低人权优势 实际上是一种无人权优势 那么到了罗伯快跑这里 也是一样的 他投放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不需要别人去 给他提供什么建议 甚至别人的反对意见 对于百度这家公司来说 根本就不重要 某种意义上讲 罗伯快跑和那些装严主一样 他享受的其实也是无人权优势 而且他还无人驾驶 自从2023年一种 人工智能的产品 投放到市场上以来 我们每一个从事文书行业 工作的这些人 都对人工智能有一些了解 有一些畏惧 因为他真的能够提高生产力 有时候我们还会面临一种 我负责人工 他负责智能的局面 可是这种时间长了之后 我们的恐惧已经消散的时候 突然市场上就蹦出来了一个 萝卜快跑 他告诉你 他会把你昨天还在挣钱的饭碗 今天就给你抢跑 这个事情对于我们的冲击还是蛮大的 做文书工作的这个行业 怎么说也得用点脑子 就是我们不太害怕他淘汰我们 我们还可以去学习 去争取一下进步 对吧 我们对进步是有崇拜的 可是出租车这个行业 是实打实的抢饭碗 或者说直接把锅和灶台 都给你砸了的那种程度 所以到这一刻 我们才真正讨论起了 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我们的职业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饭碗 很多人在讨论 这是不是科技革命的问题 是不是AI取代人类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错了 萝卜快跑这件事情 本质上还是结构性冲突的问题 而且是只有中国人独自面对的问题 试想 这个行业里面 如果只是出租车司机和滴滴司机两者在博弈 前些年不也有一些城市的出租车司机 开到街上去反对 开放这个滴滴司机的名额吗 如果只是这二者的博弈 大家只是说少吃一口饭 那也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和竞争 就算吃不饱饭 只是日子过得苦一点而已 可是今天我们面对的局面是 奴隶制和最先进的科技 他俩捆绑在了一起 是各个城市各个地方都在捆绑 而且他们不仅捆绑了 还有扩张的趋势 那就没有办法了 如果说继续扩张下去的话 全中国各个运输行业 都被无人驾驶去取代所有的骆驼翔子 那全中国的骆驼翔子都会面临失业的麻烦 你没听错 是所有的骆驼翔子都将集体走向失业的泥潭 如果走到那一步 整件事情都没办法再维持了 大家都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只能用一些极具破坏力的武力去解决了 比如说扎胎 砸车 砸玻璃 等等这种方式 这种都是可预见的 当然我希望它不要去发生 因为破坏并不能带来趋势的逆转 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 就是你不要坐骆驼翔子 但那也只是缓兵之计 因为萝卜快跑的这个名字 就像一个隐喻一样 萝卜就是驢子眼前的萝卜 快跑就是驢子快跑 它好像就是在给所有的出租车司机说 你看 萝卜 快跑 坐驢子的命运 本质上都是拉磨 不坐骆驼翔子 也只是从这一个磨换到了另一个磨 你可以从一个即将被取代的磨 转而去一个没那么快取代的磨 但是这依然逃不出他们对驢子的最初设定 他们的最初设定就是 驢子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转圈的生物 百度公司和各个地方的相关部门 肯定也非常的郁闷 一个萝卜快跑撞了个人 就引起这么大的运情 我们不就是搞个无人驾驶 提升一下当地的这个科技水准吗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反对 质疑 我们拥抱科技难道有错吗 我想说拥抱新科技肯定是没错的 但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新科技 不过是此时蜜堂彼时批霜 我这个视频所表达的观点 对于百度的批评 也不是说百度不能投放这个萝卜快跑 我只是想说他在做这些决策之前 能不能想到有什么样的人 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他又能不能在 把这个责任推给社会之前 肩负起一些社会责任 比如说为这些失业的 即将失业的出租车司机 滴滴司机提供其他的一些岗位培训 甚至是失业救济 做这样一些能肩负起社会责任的事情 然后拥抱你所谓的新科技 当然我也非常的支持民营企业 因为探索新的科技 是需要更多的自由 可是在更大的维度来说 大家都别忘了 只有放弃奴役他人的自由 才能获得更广阔的自由 如果喜欢这期节目 请为我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